爹 不是你想的那样 小姐 你糊涂啊 这种事情要是传出外面 你让尚书大人的脸面往哪放 你在狗叫什么 小姐 我这也是为你着想 传出去总是对你的名声不好 尚书大人放心 我这就将这个小太监逐出 绝不让他踏入公布半步 唐缺是陛下清点的公布侍郎 有资格留在公布 你凭什么赶他走 凭我是公布尚书 公布的事我说了算 爹 女儿就是想跟他研究 制言方法而已嘛 再说了他一个小太监 影响不到女儿什么的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我就不活了 反正我娘死得早 从小我没人疼没人爱的 我死了算了 好好好 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大人 万万不可呀 若是让一个小太监 随意进入公布 那底下的兄弟们会怎么想 他们都是靠打拼 一步步才爬上来的 恐怕人心不稳 你说的有道 大人 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说来听听 那就是 让我和他比试一场 看看谁更厉害 说在比赛中 我故意输给他 那就证明他是有真材实料的 底下的兄弟们也可以信服 大人 咱们最近不是刚刚研制出火药吗 就以火药为题 看看谁开发的东西更好 好 就这么办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